大家好,我是網狗 今天要拍的都市傳說我覺得超級酷 這個都市傳說就是運用我們 生活中最最最最頻繁的東西 水 我等一下去裝水 平常對我們來說意義有多重大呢 包括我們吃喝拉薩水都跟水有關 還有說水啦 除此之外網路上還流傳著一個更厲害的方法 連我們內在都可以改變 據說你只要準備兩杯水 一杯寫上你的現況 一邊是寫上你想要改變的期望 把現況的水倒到期望的水再把它喝掉 你就可以成為你期望的那個樣子了 成功的話以後就行 利用讀書考試考一半 那我們現在要寫上我們的現況跟我們的期望 這就是我們的現況跟期望 接著呢就是要把我們的現況 貼在這張油水的杯子上 就不過敏貼在我們的期望裡面 要把現況的水倒過去期望的水裡面 到之前好像先給你們想一下 接著我們就可以開始倒水了 那有時候要細細聽這杯水的聲音 感受現況真的流到你的期望去 好療癒喔它的聲音 接著呢把這杯水喝掉 好 接下來我就不會過敏了 那這真的是真的來講 我們今天來驗收成果吧 真的還蠻厲害的 我到現在還沒有打噴嚏 我帶你們去吹的空氣 你看我在這邊吹還是一樣 真的都沒有打噴嚏 所以我真的覺得還蠻生氣的 可能是跟吸引力法則有關 那但是一天說不準 可能要之後兩天三天四天 甚至一個禮拜的觀察 會在剪輯前把這個紀錄下來 之後再文字敘述給你們聽 那我們影片今天差不多到這啦 如果喜歡我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按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王狗 掰